阿根廷足球天王梅西 10号跟着国家队访问中国 一群人下飞机但却受困北京机场 传出是因为梅西签证问题无法入境 因为梅西持有阿根廷和西班牙护照 中国只和阿根廷有免签协定 但梅西疑似带的是西班牙护照 而西班牙和台湾有免签协定 因此传出梅西当场疑惑询问 台湾不算中国吗 事件疯传后中国急忙驳斥表示 和梅西签证无关 是对有奥塔门迪的护照出问题 工作人员申请检疫程序重新办理后 只花了20分钟就顺利解决 但这个真相引来质疑 梅西抵达中国后 粉丝挤爆下榻饭店 梅西15号将率领阿根廷国家队 在北京和澳洲国家队进行友谊赛 这是梅西第七次访问中国 而他这次到亚洲除了到北京出赛外 19号还会到印尼出席另一场友谊赛 华新闻综合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